再來看荷蘭蔵國會大選出口的民調 顯示說主張煩後面 煩議民的極右派的 自由黨會提到三十五室 才是國會最大黨 現任的總理 所屬的主民黨 目前暫時敗第三名 自由黨未來也是又需要跟其他的政黨合作 做聯合政府 但是其他的三大黨 正正都表示說他沒有準備跟自由黨合作 台下歡樂發聲 讓我們日日暗時結束 第三投票 根據出口民調 煩議蘇蘭和煩議民的 極右派自由黨 有機會拿到三十五室 變成國會最大黨 會為我們政大 和後面帶來新的救民 六十歲的自由黨連到人 華爾德斯 讓人叫做好人扮的川普 連三十五年 擔任國會議員 是好人面前任職最久的議員 白宮要扮你脫歐公道 今年七月 華爾德斯聯合政府 沒辦法在以民政策提升共設 所要改善 華爾德斯就利用這種的機會 得到選民的支持 不過 尊公自由黨得到勝利 你等到做一政府的條件 也很方向 一定就要順求其他政黨合作 不過是處理 只有自由黨的另外三大黨 已經表明不加進 華爾德斯這邊 這次霍蘭台選 有日子來的政黨到處建議 沒有特別要到一黨的中間選民變成是 導組 根據華爾德斯調查研究機構的統計 今年有八成民眾是中間選民 要讓華爾德斯跟自由黨 只有二百分之二十三的提票論 就變成國會最大黨 根據華爾德斯的選擇 國政黨必須組成 設置車過一半的人民才能成立內閣 在這個最近這個列宿 沒有政黨單獨組織 必須要由三治市的政黨合作 才有法度組織聯合政府 連做華爾德斯沒辦法 導致其他的政黨組織聯合政府 這樣信中你的人選會出現變成 恭喜新聞 勇敢變影